什麼叫特別權利關係的一個突破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每一個 你可以想讓得到我們人民 一般人民會有事前 事中跟事後的程序保障 就算了 請大家多謝 呢 還有 應該是這樣子說的 就是我們說特別權利關係 我們每次在講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其實要意識到這一件 只有我黑板上寫的 就是所謂的一個特別權利關係就是 有人進入了國家的領域裡面 有人進入了國家的領域裡面 就是比如說我們很常講 人民跟國家 國家應該要給他基本權的保障 因為是人民把權利給國家的 所以我們很害怕被國家侵犯 所以我們設計了基本權利 要求他必須比如說 如果你要限制我基本權利的時候 你應該要符合法律保留比例原則 等等等等了啦 好 就是你要符合這樣的一個規定 就是你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你要符合比例原則 你才可以來限制我的一個基本權 那分別的權利關係是發生的什麼事 就是有一群人民 有一部份的人民 他走來國家這裡了 有一部份的人走來國家這裡了 國家就說什麼 國家就跟他說 欸 你自己走來的喔 所以你是在我國家的掌控範圍裡面 你在我國家掌控範圍裡面 所以你有沒有法律保留 你沒有法律保留 你也沒有正當法律程序 你之後也不會有什麼救濟權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也不會有訴訟權的一個問題 因為就是你自己走來的嘛 好 那所以在特別權利關係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最常說的是 對象就是誰 學生 公務員 公務員跟學生是我們最常說的對象 好 來 所以 所以回到這個圖 就是中間的這個圖 我們當我們在說特別權利關係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在說 有一群人 他事前沒有法律保留 他事中沒有正當法律程序 他事後也沒有救濟 對 這群人我們就說 欸 你可能處在 你是處在特別權利關係的領域裡面 那當今天有一個部分被突破的時候 我們特別權利關係的破除 就是 欸 比如說我給你救濟了 欸 你就突破了一塊 我給你法律保留 你就突破了一塊 好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再檢討就是說 欸 我們打破了什麼 這是最傳統的特別權利關係 那我們現在就是一直想要打破 因為我們不認為就是說 這一群人走進國家 他也不一定是自願走進的 比如說你義務教育 那也是國家 他逼你一定要走進去變成學生的 好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就是 只要今天他是人民 他就應該要享有我們國家的基本權利 他就應該享有基本權利 我們國家要限制他 就一定要回歸我們的原則 我們一定要回歸我們的一個法律保留比例原則來看 所以不可以隨意的去認定這件事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那個 特別權利關係四字的一個重要整理 我們從公務員的一個部分開始看 好 公務員的部分我們可以看 243號解釋的免職處分 他採取區分理論嘛 就是有影響身分的時候 他才可以提起救濟 那免職有沒有影響他的身分 有 所以他可以提起救濟 好 但是到298號解釋 他突破區分理論到 到了重大的影響說 只要有重大的影響的話 他就可以提起外部救濟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的兩大過 他就可以提起救濟 好 那這樣323號解釋 323號解釋認為是什麼 官等的改變 好 比如說你是 健任級等 然後比如說 從一個高級數掉到一個低的級數 他影響到你的官等 他認為這也是屬於重大的影響權利的一個事項 也是可以提起訴願跟行政訴訟 然後再來是338號解釋是什麼 法定奉級 法定奉級 就是假設你的級別 就是級別也被影響了 奉級的級別也被影響 他說這也是屬於重大的影響權利的事項 也是可以提起訴願跟行政訴訟 然後最後一個491號解釋 你會發現中間 我們從243號解釋看到338號解釋 都在處理什麼 救濟 都在處理最後面的救濟 但491號解釋在處理的就是 前面事前跟事中這兩個 491號解釋跟你說 免職處分的構成要件要有法律定制 這才符合法律保留的一個要求 所以這是事前的法律保留 好 那再來就是說 他說懲處處分不管怎樣 你也應該要符合法律明確性的一個要求 那再來是正當程序的一個践行 比如說你要有做成 處分應該要經過 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的一個委員會決議 那處分前也要給受處分人 陳述跟生病的機會 處分書也應該要附記理由 表明救濟方法期間跟受理的機關 你就必須要符合這些正當法律程序的一個要求 好 那所以我們就發現公務員就是事前事中時候 都有一定的一個就是破掉 OK 就比較沒那麼特別的權力關係了啦 好 那再來就是學生的一個部分 好 學生的部分從382號解釋開始 好 382號解釋說他要採 就是就學生的一個退學處分 就是救濟的這一塊 他是採所謂的一個區分理論 就是到底有沒有影響學生的身分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684號解釋的年代 特別學生關係就被認為是一個突破了 因為大法官只能說 只要你有涉及到你的受教權或其他基本權利 幾大學生都可以提起救濟 OK嗎 他都可以提起救濟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認為 特別權利關係已經有被破掉了 好 這學生的部分 那再來是軍人退伍的一個部分 這就是我們軍人的一個部分 他認為只要有影響軍人身分的一個存續的話 他都可以去提起救濟 也是針對救濟的部分 那653號解釋受刑人也是一樣的 他認為就是說機安被告 你不服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對外提起行政贈送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蘇總卿大法官的一個意見書 他其實有把所謂的公教分流的一個究濟程序 把它做成一個表格 然後我想說 我有弄在這個43頁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認為就是說 教師應該是屬於所謂的一個再生數 那公務人員才是所謂的一個副審跟再生數 就是那個制度應該要是不一樣的 好 那他是說 其實在公教行政救濟分流是為什麼 是為了把老師放回一般人民的位置 就是國家對待老師 應該要跟對待一般人民一模一樣 那教師的一個訴訟權不應該要受到公務員法的一個牽托 好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湯哲宗老師的一個意見書 他認為特別權力關係應該要就此結構 因為你會發現 我們每一號關於就是這些什麼老師啦 公務員啦 學生的受刑人的一個大法官解釋出來 都會有意見書說 說我們特別權力關係要全部結構 就是什麼破除全面破除之類的 其實他們其實就一直要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特別權力關係這件事不應該要再存在 特別權力關係為什麼會存在 是因為早期國家的力量比較大 所以我們跟這些人就說 而且你可以想像到一件事情 早期的人比較 比較可以接受自己被政府管著 他比較習慣於被政府管住 所以今天政府跟他說 喔 因為你進來了 所以我要管住你 他會覺得喔 OK啊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現在又不太一樣了 因為我們確實對於我們人民的自主意識 所以權力意識都比較有存在 好 那所以特別權力關係的一個基本權 就不應該有任何的一個限制了啦 好 那他也說訴訟權的一個保障範圍就是確定 只要是老師的權力或法律上利益受到侵害都應該要可以提起救濟 那這也是先把16條訴訟權的一個保障範圍 好 那陳春生老師他現在在擔心的是食物上的問題 再往醫療行悬 verse 10 這邊其實他在這個 career